有时候最想吃的不是高级料理 而是那熟悉的妈妈的味道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 一家送餐服务业者 就为上班族提供妈妈的味道 他们的员工就是一群妈妈 呈现的是各自的拿手家常菜 55岁的退休老师刚朵根 是这家网络业者合作的 75位母亲之一 在女儿的鼓励下投入这个行业 这些参与的妈妈们 平均每周工作2到4天 只需在炉子上多放几个锅 就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 和其他人的赚取预讯 他们也不利 顾客们表示他们拿到便当时 有时还会收到额外的小礼物 或温馨的留言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人感到幸福 这家送餐服务的业者希望有 机会将业务扩展到欧洲 并且从土耳其人较多的德国柏林 和英国伦敦开始